Hello 今次帶了私火的東西來 剛剛見你帶了私火的東西來派你 剛才你的同事叫我拿上來的 哦 你同事叫我拿上來 他們拿了很多東西上來 沒有手拿 我自己拿上來幫他 幫他分擔一下 你今次拍攝 我見你都很大感觸 在IG寫了一句東西 今次拍攝是很開心的 其實今次拍攝都非常開心的 因為同一班同事都相處得很好 以及認識了一些新的朋友 因為那些館員和我的朋友 其實我自己一向都很喜歡音樂 其實我自己都很少有機會 跟這個orchestra 即是管弦樂團 今次突然這個戲 我做了一個指揮家 我見到他們都玩得很厲害 我在他們身上都學到很多關於音樂的東西 有時候我又可以問一下他們 甚至指揮的時候 都有很多關於管弦樂的東西 所以今次都真的很開心 認識了很多關於音樂的朋友 是的 那為什麼拍攝叫你做偶像 你又叫他做solo 因為他那個戲 他叫我做偶像 我那個戲叫做solo 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的 那你今天在銅鑼灣搞這個活動 我記得你又可以在那些麻雀館上面 有音樂學校 是呀是呀 隔壁街 所以整個戲找我就適合了 剛剛音樂學校下面就是麻雀館 是呀 有沒有因為這件事 啟發到你搞音樂學校有其他新的東西出來的 有的 其實之後我都很想跟他們談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唱一些關於管弦樂的歌 或者可以有些朋友一起做一個管弦樂的音樂會 這個其實都是我其中一個 就是入行這麼久的夢想 是呀是呀 就是不要說開show 可能合作一首歌 或者一些表演一起去做也好 那這次那些片尾曲有沒有其他策曲有沒有參與 這個暫時真的沒有收到通知 是呀 不重要的 這個真的不知道 通常我們拍完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還有最主要是 就是在這個戲裡面我已經做到很多關於音樂的東西 所以就是很開心 就是classical 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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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但是我也這麼大年紀 我小小就沒什麼學 所以就算我自己練的時候 基本上沒什麼可能會再練到可以玩這件事 所以是呀 這次能夠去飾演去了解他們的世界 所以都非常開心 那接下來有沒有說會有其他新戲或者新的角色 我今早才拍完了 現在剛剛在開這個ICLC 我和蔡杰開過一集 就是有一集是關於 我其實飾演裡面其中一集的一個角色 和山聰他們一起拍 是壞人是好人 沒有說壞不壞的 挺有趣的 因為和徐榮很少合作 和蔡杰也很少合作 又很想和兄弟一起開工 阿偉豪、山聰一起玩 都幾開心 另外呢 就是華斯組牌有過一個消息 你有否去安慰一下他 或者發訊息 我有的 我私底下有找他的 就希望他一切順利 還有希望他一家人開開心心 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忙 我們都一定會支持他 還有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很樂觀的 他OK的 很樂觀的 還有爸爸的電話給亦都很好 Hello 今天拍完了 是呀 你的電影劇接劇 怎樣了 好 應該是很忙 都不是的 很開心 首先這套有這樣的機會 去參與到麻雀樂團 還有有機會學到大提琴的 我覺得很難得 還有我覺得很開心剪了短頭髮 是的 一開始真的會有點捨不得 但是我後來就覺得 真是很適合這個角色 是剪得對的 剪得非常之好 是 接下來你剛剛有否要再拍劇 展你的造型長頭髮 是否有魔法 是發片來的 是的 今天剛剛嘗試了第一次 帶著發片造戲 都挺有趣的 好像有枕頭在後面 是 但你會否留不切 那些頭髮 因為我沒有薄髮 就直接 希望用我自己的頭髮 留長 我自己覺得 原來這個短頭髮已經半年了 所以 我也挺好 新的角色有長頭髮 什麼都試一下 那新的角色有沒有解鎖一些成就 因為你今次有很多大提琴的 新的那一套是解鎖長頭髮 對 就是變回長 對 暫時 他們剛剛拍了一兩天 都很開心可以 完成麻雀樂團之後 再參與到金色森林 因為我覺得麻雀樂團 我自己很喜歡沈家明這個角色 是 真的剪得對 又是學大提琴 因為我本身認識其他樂器 但 都是大提琴最適合這個角色 但有沒有剪幾套劇 有幾次上 麻雀樂團 我不知道 等公司安排 還有這套劇很開心 是 Sean是我爸爸 阿里是大姐姐 亭峰 有東文和敏思 東文仍是我偶像 我已經叫他偶像 因為我覺得 他是指揮家 很開心在他們身邊 學了很多東西 這幾個月 代錢來我袋 是這樣 我見鄭東文叫你做solo 是甚麼意思 因為你在劇中 他是我偶像 所以我經常說 我都沒有叫他督 我每次叫他偶像 可能他見我叫他這麼多 然後他就叫我soloBB 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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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很感謝監製 他們很早就告訴我 我要學大提琴 又請了老師David教我 還有 到現場的時候 都有指導 AO姐姐阿悟指導我 真的幫助我很多 多謝他們在在場時給我信心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 那一下會覺得 好像按一下按一下很容易 但原來是 背後都是要浪費一些功夫 和努力 因為我們 雖然我自己有一部分的solo 但其他人都會有些拉 因為我們很多 有些樂團成員 他是AO的朋友仔 我知道其實他們都學了很久 真的不是說一朝一夕 不是說你學一陣子就懂 他們都花了很多時間 有些二十多年 十多年去學那樣 去鑽研那樣 所以我都覺得 很尊敬他們 還有很多謝他們 真的 這一兩個星期 真是捱奸底夜 開廠 有時候他們都很辛苦 有些我知道是 可能剛剛教完班 然後過來幫忙 所以真的很多謝他們 還有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可以完成這件事 有什麼呢 劇節劇 沒有抽離舞的角色 有沒有這些問題 其實我拍完之後 我已經 我想我 不是拍完之後 我是差不多 臨完結的時候 我是 都幾 有點不開心 是啊 哎呀 這麼快就完了 媽媽很搞笑 她跟我說 哎呀 原來我跟她說了很多次 哎呀我這套劇 拍完了 原來我說了很多次 說到她說 女兒 我知道這套劇拍完了 你不要再跟我說 原來我跟她說了這麼多次 但原來我自己 真的內心很不捨得 但我自己又 好像不太覺得 但原來她跟我說了 原來我跟她說了這麼多次 所以 就是因為這次的拍攝團隊 一個方面都很高興 你不捨得 是 是啊 因為很多 有些導演 監製 導演PA 有些都真的看著我 因為 《白色2》是 Marco第一次用我 這次她 真的給了岑家明這個角色 所以都很感謝她 所以都很捨得 是啊 Thank you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